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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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再证明一条定理 这个条件跟定理4.5 就上一次证的定理是一样的 另外还加一个 就是加一个eta 就是要 大于0 一定要eta 一定要大于0 那么这个是属于0到4分之间 就在那个eta 这个东西就是 在那个整个框架的里面 就讲到那个 就是如果 如果这个 这个low k 是大于eta low k 大于eta 就是一定要大于0 换句话说 那么才什么呢 那么才做这件事情 xk加1 等于xk 加上pk 如果不满足这条件 这个xk就不动 不动 下一个迭代的时候 x就不动了 就增加这个东西 那么这个机嫩呢 机嫩就比增加了这个东西以后 机嫩就比原来那个机嫩要强 就变成这个东西 limit gk 这个k呢 就等于0 原来是它的下界线等于0 现在是整个界线等于0 但是这个 这个是指也可以写成这样子 就绝对这 gk 等于0 这是一样的 就这样呢 就比过去强了 过去大家记得的话 是下界线 上一个定理是下界线等于0 我们今天来证这条定理 我们今天来证这条定理 然后就是 再介绍一下 就不证明了 因为书上也没有完整的证明 所以最后就是看看有时间 我们再把那个 这一张给小天下 证明 证明我们也还是用反正法 反正法就是说 如果这个东西不对 这东西不对 意味着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意味着就是 意味着就存在一个 y大于0 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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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g k i 这个 要大于等于 这要大于等于 就是会这样子 因为如果等于0的话 那么当然会越来越小 但是如果现在它不等于0的话 所以你会有 无穷多个 那个 无穷多个 ki 指标 使得这个东西会大一点 这个就是反正法就 加了这一条 那么我们这个是先放一放 我们再来看第二点 第二点呢 因为我们这个 这个条件是跟4.5一样的 4.5一样的话 所以我就可以知道 这个 一定呢 就是 也是有 有 无穷多个 多个 k i 加以这个指标 使得 值得呢 g l i 加 1 这个大于 小于等于 我们再回忆一下 那个 定理4.5 定理4.5 就是说在那个条件下面应该是什么 它的下界线 下界线要等于零 对吧 那么所以我们在现在这条件下 应该它的下界线也是等于零 既然下界线等于零的话 我一定可以找到一个序列 这个序列是去向于零的 所以你能够找到无穷多二这种下标 使得这个东西小于二分之一 对吧 这个就是 就是可以 这个Li加1 我也可以使得Li好了 对吧 这个加1是多一个指标 这个准确是一个好看的东西 这个完了一个技术处理 我们等一下就可以看到 现在我们来分析那个东西 现在我们来分析这个序列 就Gk这个序列 我们现在来分析这个东西 这个是Gk的 这个用析这个是k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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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比如说等于0 这个是1 等于这个是k 那么根据这个1跟2 1跟2的话 大家看回头 就是说我会有 从这个反正方 反正方来说 就是说我有很多个 这有很多个时刻 它呢是在一笔中之上 就是说我会有很多点在 在这个上面 这一条说明什么 就是说我有很多个时刻 是在它的下面 就在1分之1笔中下面 就可能就 或者上面 这下面就会有这个 就会有这种样子 对吧 那么就说明这个 这个梯度 梯度的这个序列 它就会在这个震荡的 比如说可能会这样子 这个都是一直往前跑的 比如这个梅也就跑到 就是会这样子跑来跑去 对吧 当然像这种点也可能在这里 对吧 反正就是说 我这个点会在这个上面 逗来逗去的 那么我们现在来做这个东西 我们就是说 假如说我这个定义 所以这个K一是什么 是第一个 第一次这个 这个G一K 就跑上去 大约等1笔中 对吧 这个是第一个 K一是第一次 这个大约1笔中的那个K 就比如说这个 这个是第一个 对吧 这个就是K一了 这里就是K一 因为你这条保证嘛 主规有的嘛 对吧 那么这个就K一 那么L一加一 就是呢 是K一之后 第一次使得这个东西 G一K 小一等于二分之一 使得这个东西 就 就我这里K一 你K一只往前跑 可能一直在上面 对吧 但是 但是按照 按照这个 这一条来讲 它总共会要跑到下面来 对啊 总共要跑到下面 这个就是 这一点的话 相当于是 L1加1 类似的 我可以技术定义 就是可以定义K2 然后就L2加1等等 一般的我可以定义KM 还有LM 加1 对吧 这都可以 就类似的可以这么定义 定义了这样子以后呢 有什么性质大家可以看 从这个图上你就可以知道 我这样子呢 把它分成过这种段 你看 这个相当于一段 我现在要的是这个段 我现在要的是这个段 要的就是那个粉变化的段 就是这种地方 就这种地方 就这种段 对啊 这个就是 我们就是要的就是这个 正一个段 就是我们来看看GK 对啊 那么这个K呢 就是比KM要大 然后呢 要小于等于LM 就这种段 就是我 恒线 这红线画的这个 就这种段 这个可以下来啊 这个可以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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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刚才就 我只要红线那一段 就这个就变成了 这是一段 对吧 然后这些段 当然都是分开的 因为按照我在这里 这么举发的话 这些段都是分开的 那么就这个段 那么这个段的话 大家可以看有什么性质呢 我们第一个性质 我们看它会有什么性质 但是 在这个地方 对吧 那么GK的话 它就对着呢 都应该比1分之1比较大 对吧 所以我这个段里面 所以在这个东西 一定GK 一定比大于等于1分之1比较大 这里上面可以解释一下 我为什么要加印 加印就是我到这里为止还是比它小 到这个加印呢 是比它小了 对吧 所以才要加印 我们第二个可以看 我们可以 就是 就这两点之间的差距 就G在这一点到这一点的差距呢 应该比什么 2分之1比较大 2分之1比较大 对吧 就是说 2分之1 因为这个都是往下降的 所以 就是说 2分之1比较大 2分之1 就这个 这个地方都是K 这个地方都是L K-L 我过于说 这个 这个 这个都要去对着 对吧 这个就是 这个因为 这个都是 这个是 那么这个东西呢 当然是如果用一下那个 就 ellipsis 条件 所以这个呢 我们应该小于l乘上 xkm-xlm 用小粒写进去变成 这个是指我们可以写出来 l乘上 这个就等于xkm 那你愿意就做那个xkm加1 对吧 然后再加上xkm加1 然后再减掉xkm加2 这样一加一减一加一减 一加一减一加一减 最后到那个 就是这个最后到xkm 这前面呢是xkm加1 就变成这样子 对吧 你现在这样就变成 对吧 这就加1减一加1减一 都可以弄回去 那么这个就小一等于l乘上sgm 这个每一个就是xkm加1减掉xkm k应该从km到lm 这个也就等于pk 所以这个也等于pk 这等于我不写了 所以我们呢就是说 从这个分析来看的话 我们这个pk这个gk这个序列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功很多很多段 因为这个都是无穷的 因为这个有无穷多个 这个也有无穷多个 所以这个段也有无穷多个段 对吧 就整个也有无穷多个段 这个在每一段上面 按照我们这个说法呢 就是说 第一呢 在这一段当中 它的gk的绝对都是大一二分之一的 另外呢 就这个这一段的那个 在x方向的宽度 就是 会 会比 比二分之一不用大 我们之前要的 我们将来要用的 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把这个东西弄起来 就是把这个 就这边 k加1 减掉xk 这个东西是k等于km 加上lm 这个东西会大于等于l除过去 就是2l 就是2l 就是我们要的是这个性质 就是这个性质 两个性质 要的是这个性质 就这一段距离会比它大 就是这个性质 就这一段一段 好多这个段 在每一段上面 就是每一段这个里面的话 它的鸡可以大一塌 然后呢 这个每一段这个 之间的距离 它那个 这一段等于好几步了 你这些步的距离加起来 会比这个大 现在我们就是要来讨论 其中的一段 我们看看在这个 这样子一段上面 它的这个F值的函数值的下降 会下降多少 我们要来算这个东西 然后就利用这个东西呢 我们可以导过来证明它这个 证明矛盾 导出矛盾 这个跟我们上一次证也是那样 我们也是要来估计 上一次估计每一步上的那个 每一次迪带步之间的那个 函数值的下降者 现在呢 在这个时候呢 一步不行 现在我们就 洛杆布 这个洛杆布呢 组成一个大段 就在每一个大段就落干了布 积累下来看看怎么样 现在我们就要来算这个F X L M 在DM段下 加E 这个就减掉F 反应该K 它是总归下降的 我们前面的小 前面的大 后面的小 这反应就是呢 KM 然后就是减掉 然后就是减掉 这一段 这一段 这个呢 应该就等于 这个因为每一步都是下降的嘛 对吧 所以它这个 六干部 从DKM部到DLM部 下降的东西呢 应该就等于 Sigma F X 就是K加E 减掉F X K 这个呢 K呢 就等于 KM到LM 每一步下降的东西 每一步下降的东西 再加起来 就等于 整个这一段上面下降 这一段就代表走了好几步了 现在用一用定理里面那个Eta 这个Eta 大家讲 Eta 只要用 要用到Eta了 这个呢 这个就大于等于 这个 这个 这个上下下降 上下降不动 我不写了 这个呢 应该大于等于LowK 就是 DLM 简单写一下 LowK成像DLMK 这个对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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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从这个 KM到LM 这个 Delta M 就是那个 在模型上去下降速度 对吧 就这个 这个Delta FK 这个相当于Delta FK Delta F 不是这个就是F 不是这个就是F 对 这个就是Delta F 对 这个就是Delta F 那么Delta FK跟LowK就是Delta FK被比那个东西 这个大家 LowK的话就等于Delta FK跟Delta MK的比了 所以这个一一过去就等于它 对吧 这个 这个等于 然后呢 Low呢 LowK的话 我们是 假定大于Eta的 上面有那个大于Eta 这就是我们定理条件啊 这就是定理条件啊 这就是定理条件去用一用 用一用就变成什么呀 就是Eta 乘上Delta MK 然后Delta MK的话 那我们知道那个就是PK的条件 原来那个定理4.5的条件里面有 就大于等于Eta 里面每一个这个东西呢 应该是小于Ce乘上Gk 这Eta可以拿出来 这里面就Ce因为是常数 我们就不管了 拿出来 然后应该是Gk 然后就是Minimal Delta K 然后就是Gk 然后就是Bk Bk嘛 就是按照我们原来定理里面的要求 就是它总归小于某一个常数的 叫Beta 应该就等于这些 这个也是用那个原来定理4.5里面的条件啊 就会变成这个东西 然后 然后我们现在要用 要用到这里第一个性质 就是说在那一段里面 在那一段里面 那个Gk啊 那个Gk 这些东西都大于2分之1 对吧 对吧 所以呢 这里就变成了 A到Ce 这个呢 都用1分之1换进去 用2分之1换进去 当然大于等于它 然后这个地方也用2分之1搭进去 这个呢 还是Sigma 然后把km到Lm 然后就变成minimal delta k 再次 这个就用1分之1换进去 变成这个东西 对吧 就变成这样子 就变成这个设置 但这里现在都常数了 你看啊 这个这个都常数了 但现在这里比较有 跟k有关的话 就会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将来还要来拧救这个东西 但这个设置就得到 所以每一段 在每一段 这种大的这种段上面 它这个函数字 目标函数字的下降值 它是会比这样一个东西大 那么现在麻烦 就麻烦在这个东西上面 所以我们下面要来估计这个东西 我们下面要来估计这个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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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个有个minimal比较讨厌 对吧 所以我们要来进一步估计 这个下面就分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这个小 对吧 这个比它小 那么这个minimal就等于它 对吧 就是说第一种情况 就是所有的 data k 当然这个k就是在这一段里面 对 这一段里面的k 所有的这个东西都比它小 都比它两个data 一不是很小 对吧 所有的东西 那么这 这这个东西什么东西 这个都变成data 所以这一个设置 就这一块 这一块 或者我们用一个什么计划计 或者叫一个sigma 用这个东西 这sigma 应该 应该多小吗 应该等于这个东西 等于那个data k 对吧 这对 那么这个sigma 就等于它了 现在 现在 现在另外一方面 那这个如果不是这种情况 就另外一种情况 有一个 至少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 delta k 那么大于 两倍beta 对吧 就这两种情况 对吧 一种你所有的delta k 当然这个k都指在这一段里面 都在这一段里面 那么 都比它小 或者有一个比它大 对吧 有一个比它大的时候 那么这个是子 这个是子 这个是子边 我就叫一个 因为这个 因为这个都是那个东西的 这个我不要 这个我用一个什么 用个s好了 s表示它 就把这 有一个 那么同样s 小一等于 小一等于这个 就是我拿一个出来 其他都不要了 因为这个是有 其中有一个小 就一定会小一等 一匹 除上两倍等 对吧 就是我把这个是子 这个小的拿出来 当这个大的时候 我就不要扔掉 因为这个树反正是 恢复的树 所以可以把它扔 所以得到这个东西 那么把这个 这玩意儿的我们再可以看看 小的啊 这可以说 这个就等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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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小的就等于他 这个就等于他 labeled小的 超级的 那么,那么现在就把这个结果再往这里,再往这里弄,我们得到这个东西,对,然后这里呢,这个是纸,我们再做,这里就弄,哦,这是大银,大银,应该是大。 对,这个是大银,那么这个设置,这个设置我们再过来做,KM,LM,这个ΔK当然比PK,对吧,都会比它大,因为PK是一定是越是在那个自信约,信赖约里面弄的, 所以一定比它大,然后这个东西呢,这个东西呢,我们刚才写出来就是,KM,LM,这个就是XK加1,减掉XK,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已经弄好了,这个东西呢,一定会比它大,所以这个设置呢,一定会大于等于,Y,除上两倍L, 那这里我们准备好了,就比它大,所以你看,这种情况下,这个S呢,就这一块,就这一块, 这一块呢,比这个大,或者另外一种情况下呢,是比这个大,对吧,比这个大,现在反正是很容易弄一弄啊,就是一定什么,总值呢,总值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S呢,这个S呢,应该大于等于,minimum,这两个是,对吧,总值是什么,或者不是, 就是,一定会,这个当然对,对吧,你或者比它小,我把两个东西都比它小,就完了,总值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现在到这里已经,就差不多了,这都是,因为这个都是什么,Y,L,什么Beta,都是跟K无关的数了,对吧,所以你如果就是说,反正这个总归是一个, 这个或者你记一记,比如叫Delta性,那么反正是一个大于0的常数,最重要就是这一条, 现在到这里,大家可以看出来,什么意思,就是说, 就是说,在任何一段上面,任何一段上面,这一段呢,就代表洛杆的布,对吧,洛杆池对待,如果把这个洛杆池对待,相连的洛杆池对待, 现在作为,摆在一起看的话,变成一个大布,那么这个大布的话,说明什么呢,刚才说明了什么,就在这个大布,在这个大布上面,函数字的下降呢,一定会比某一个,比一个固定的数要大,对吧,现在是不是矛盾了,大家想想, 而我们这种大布呢,是有无穷多个,就这个大段有无穷多个,在每一个大段上面,这个函数字的下降呢,是一个固定的正数, 那固定正数的,无穷多的倍,一定是无穷大,但那边的话,它这个是有限的,就这函数,我们假定它是有限的,对吧,整个函数的总的下降,不可能是一个有限的数, 但是到我们这里呢,因为用反正反以后,引进这个东西以后呢,就产生了这个矛盾, 所以你现在就可以,马上就得到了这个矛盾了,对吧,就这个矛盾, 这个矛盾呢,就一边,它的左边,左边就是Sigma,这个F,X,K,M,减掉F,X,L,M,对M去相加, 因为函数字都一个个下降,这个矛盾应该小于无穷大,但是它另外一方面呢,又大于等于呢,其中每一步, 这个等于无穷大去乘上一个得到它的心,这个当然是不可能,是呀,所以就是矛盾, 那么这个矛盾,就证明了你那个东西是不对的,就是我们原来的反正反是不对,那么就证明了定理, 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证明了两条定理,一条定理就是说, 是它的一个极限点,最小极限点等于0,一个呢,就是整个那个GK, 整个的极限就是0,一个是它GK的那个最小极限点是0,对吧,就是这个,那么这就证明了。 我们再介绍书上,另外再介绍一个定理,然后我们再把第三、第四章两种方法再来少微小借一下, 然后我们再来讲书上还有一条定理,4.9,这个定理,因为书上也没给出完整的证明, 所以我们,而且那个定理条件太多,所以我们也就,我们再讲,再介绍一个4.9吧, 定理4.9,这个是对于我们的条件,我们现在讲条件。 条件,它有好几种,第一个是我们这个迭代步了,这个迭代步的条件, 所以我们假定这个迭代步,这个XK能收敛到某一个点上,这是一个条件。 第二条件就是关于FX的条件,FX的条件就是, 就是,在这一点,在X星上,在这一点上, 是满足,满足两次充分条件。 这个意思是什么,两次充分条件的意思就是,FX星等于0,另外呢,F平方,X星,这个是一个正定证。 实际上,实际上有了这个条件,实际上这个优化问题就是一个推优化问题,这是FX。 然后我们还要假定这个BK,BK,BK的条件呢,我们这里BK呢,这个模型呢,就选为这个东西。 第一条件,就是用这个,平方,F,X,K,负1,就去选它。 就是用那个,就是用它的那个,两次那个Hands, 所以这个方法实际上也叫做,所以我,由于这个曲法, 所以我们这个也叫信赖于牛顿法 所以这个方法也叫信赖于牛顿法 还有PK PK就是每一次的步场 就是那个东西 它当然要求满足两个条件 一个条件就相当于我们讲在走这一步 走这个PK的时候它要求下降 所以也是有两个 一个就是所谓ΔMK 这个就是MK0-MKPK 这个东西应该大于等于CGK 这个minimumΔK GK 除上BK 就是这个数字 还有一个呢 还有一个就是比较讨厌 就是这个等于PK-PNK 这等于小PNK 这等于小PK 这里要说明一下 PNK 是牛顿法 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 PNK的话 就等于 负的Delta平方FxK 负液在FxK 就这里 就要这么多条件 那么它的结论 还有一个条件 这个还有一个条件 这个还有一个条件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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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条件 这些条件 这还要有一个条件 FK也有两个条件 对Fx也要加两个条件 实际上如果是讲牛顿法的话 一般都是要有这个条件 要有两次梯度的条件 结论它有两个 一个结论就是当K充分材的时候 成本大的时候 这个PK它的膜一定小于等于ΔK 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个就很好了 这个就是说我们记得 我们在信赖约的迭代过程当中 我们当中都要解一个子问题 子问题就是要有这个阅速条件 对吧 那么现在它充分大的时候 就变成这个阅速条件自然满足的 就是说你不用了 根本就不用这个条件 实际上这个条件满足的 所以自然会满足 所以到了K充分材以后 实际上就是说那个子问题 就等于一个没有余数的一个结了 就实际上就等于牛顿部了 所以就等于这个事 或者是充分大的时候 它是小于它 那么实际上就这个PK的话 在这个场合叫PK 就等于PNK了 就实际上就变成这个意思了 第二步就是说这个收链是一个 充分大的时候是一个 它这个整个收链是一个 是叫超纤型收链 它是这个超纤型收链 这个意思就是 XK加1-X星 会等于小XK加XK-X星 超纤型收链 就这个 这个意思就是超纤型收链 这个意思就是超纤型收链 超纤型收链 有这两个结了 这个结果我去介绍一下 我不正 因为那个书上也是主要 因为就要证明这一步 就是还要证明 就书上也没给出完整证明 就是它有些 所以我们也不去证它了 我这里顺便讲讲 那个收链 我们实际上前面也讲过 收链实际上有几种收链 对吧 我们讲收链这个概念 对吧 收链这个概念 一种概念 一种意思就是说 它收链到它 对吧 还有一种是指这个东西 收链到这个东西 对吧 当然还有一种就是这个东西 XK收链到 对吧 有三种 所谓叫收链 这个东西有一个很好的意思 就是有这个东西 对吧 这个就是所谓那个 最优解的一个必要条件 对吧 就是它那个梯度 在那个解的梯度一定是等于零 这两种收链 这个东西我们都不知道的 而这个东西我们是知道的 正好是零 对吧 所以 所以 这种收链呢 是 所以我们 我们 我们无论在第三章 或者在这一章 正名的收链 都是指的 都是用它的收链 就是用梯度收链 就梯度的去对折去向于零 都是指这种概念下的收链 对吧 而这两种收链 因为你 你并不知道它的鞋 并不知道它那个东西 所以 要证明有关这类结果 就比较麻烦 你像这个结果 它本身就把这东西放成一个条件了 对吧 从使用就都讲 这个收链呢 就是 是比较容易掌握 对吧 因为你这个正好是零了 就没有这东西 而这边的话都是可以算出来的 你就要知道K 这个就可以算 这个都可以算 对吧 所以 而这个东西呢 对于算法来讲 是比较重要 因为你只要说明这个玩意 它是收链到零的话 你这个或者 就是或者甚至于你更要求低一点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证明 只能证明到这个东西 对吧 DFK 这玩意儿等于零 有的时候比更低一点 但是不管是这种情况 还是这种情况 那么你这个计算机 这个按照这种东西编出来的程序 它总归会什么 总归会停机的 因为你 我们刚才讲 你那个编程序的时候 一般都是 都就是用这个东西去判断的嘛 对吧 一般就是用这个东西去判断 去大于等一个Y 如果满足这个 如果满足这个条件就停机 所以无论是这种 你如果能证明这个结果 或者证明这个结果 那么你按照这种算法编的程序 它都是会停机的 对吧 无论是这个 因为总归会 那个都会 而从优化问题来讲 我无非 如果找不到最优 因为那个我们就都下降方法嘛 你那个找到了这种停机的地方 那也是找到一个不错的一个结 对吧 所以那个你实际的算法 你无论是否要 一定要去想方满足这种条件 那满足这种条件 那满足这种条件 你这个算法 在计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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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候 一定会停机 不至于一天都往撞下去 那行 还有一点时间 我们把那个第三章第四章 两种方法 一种就是所谓现搜索的方法 我们来稍微对照一下看看 就是一个是现搜索的方法 我们后来又介绍了一个新来游的方法 这两种方法 两者都是一样 都是一个迭代算法 这也是一个迭代算法 所以都是会产生 就从一个X0的话 它都能产生出一串的 X1X1一串进去 这也是一个迭代算法 你给了一个X0 它一定可以产生出一串XK出来 但是两种方法产生的 从一个XK到XK加1 这个过程是不一样的 在这里它经过两步 第一步是什么 我选方向 就是PK 我要选一个方向 PK沿着哪个方向去搜索 选PK 这个东西我们有什么负梯度方向 或者说最速下降方向 最速下降 这个相当于就是PK等于负的GK 或者牛顿方向 牛顿 这个就是PK的话 应该等于负的平方FK FK 对吧 就这种方法 那么还有什么呢 牛顿 这个我们第六章就要介绍 对吧 这牛顿 还有我们下一章就要介绍的那个叫共和梯度 对吧 比如 就是 然后在这个PK选好以后 我们就要去解一个优化问题 对吧 或者说就是要定一个 定一个那步长 alphaK 这个东西就是要去解下面这种优化问题了 就是argument minimum 这个就是相当于FXK加上alphaPK 对吧 这alpha大于0 要求这个能力 这个alphaK的话 理生上最好当然是等于它 对吧 当然最好是等于它 当然最好是等于它 对吧 当然我们也 也 也不见得要去解这个问题 当然我们也可以去求近视解 这个是 这个里面有一个之中 对吧 你如果求到近视解 花很多时间 那我不如求个近视解 然后多迭代一步 对吧 因为你如果这一步 花的时间很多的话 等于是走一个迭代的过程 每一个迭代 花的时间就比较多 对吧 那近视解里面我们讲到过 就是要有一个沃尔夫条件 这是很重要的 就是你的近视解要满足一定性质 你不能近视到怎么个程度呢 就是你这个解要满足沃尔夫条件 这个条件实际上有两个条件 这有两个 对吧 一个所谓趋力条件 一个是充分下降条件 对吧 对吧 一个是确定条件 我是指不写了 实际上充分下降是 就是好像指那个 你走的这一步的平均下降的 数列子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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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是就做到这么下来 然后如果这两个定好以后 我们就可以得到那个 K加1 下一步就到这个呢 XK加上AlphaKPK 这个就一步了 这一套就构成了一步 然后你就不断地去组好了 一步一步组 那么就这样 在信赖域方面呢 就有点不一样 信赖域的时候呢 实际上 实际上呢 就是还要有个Delta-0 然后这个地方呢 就是有个 就变成这样子 对吧 对吧 这个还要有个信赖域的大小 对吧 你可以给出初始的这个 X0跟Delta0 以后呢 就会 那么在对应到它那个选方向的地方呢 我们实际上是选模型 这个模型呢 这个模型呢 我们知道就是KP 对吧 应该等于FK 加上GK TP 加上2分之1P TBK P 是变成这样子 那么这里面实际上是什么 等于是选B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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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FK GK 都是给定的 都是 你K给定了 F给定了以后 这个都是一致的 所以 你真正要选的 实际上就是一个BK 所以你选模型的话 实际上就等于选BK 就选这个东西 实际上这个BK呢 跟这个 跟这里你选方向是有对应的 如果你要选 我这个BK就选成一个单位证 那么就相当于最初下降法 如果我 我也是选牛凳方向 那个BK呢 就选这个东西 如果BK选了这个东西的话 就选它 就 两次导数 那么 就等于是牛凳法 对吧 如果我是用那个BK 是用一个 牛凳法来做的 牛凳法这里 就PK 等于负的BK 负印 ΔFK 对吧 那么我这个BK 如果用牛凳法来弄 那么我这个也得到你 所以这个 然后这里定部场的话 就等于我们也要解一个东西 那么我们这里等于是要解 那个一个下面东西 就是一个解个指问题了 这个也是一个 就这里 这个等于是也是一个指问题 对吧 这个指问题呢 应该就等于它 就等于 argument也要的 minimal 就是mkp 这里呢 p 就是要小一等于Δk 那 你这个PK 当然也可以 也可以是用这个东西呢 对吧 就是 相当于要解一个指问题 这里也是解一个指问题 这里也是解一个指问题 当然我们也可以禁止 也不一定要去年隔写这些东西 这书上也讨论这种东西 如果 因为这个东西实际上是一个 这个东西是一个两次函数 这个等于是一个两次规划问题 我们下半本书里面有 会专门去讲两次规划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先不讲 那么如果禁止解 我们也有 大家 就那个空虚点 或者再加上 可以加上他们的那个 什么 dog leg改进 是吧 就是你可以做这个 或者你还可以后面 再去加一个dog leg改进 甚至还可以再做一些其他改进 我们没有再介绍 他再做一个改进 就是做一个平面 就更宽一点的改进 那么解完以后 就跟这里一样了 解完以后就要修改这个东西 下面就是修改 修改这个 修改这个xk和delta k 这里 和delta k 这里就修改 这个地方就修改 这个是xk 是吧 那么这个修改是什么 去分两步 一个修改delta k 修改xk的话就是修改delta k 就是修改 就是一辅 clutch 可要 ment 没有? 那要修改的话 就要先计算 recession 要先计算 那个路 k 路 k 就等于f 而fxk 加上pk 然后就是mk0-mkpk 先记上这个东西 记上完了以后就做那个如果 如果lo k 小一四分之一 那么就delta k加一 下一步就变成个四分之一delta k 那么如果lo k大于四分之三 比较好 并且这个lo k已经到边了 到边了 对吧 那么这个delta k加一 应该放大一点delta k 其他的时候就不动 这是一个 这是改变那个delta k的 这是改变data k的 然后就是那个 还有一个就是xk的 那个就是如果 如果lo k是大于 eta 那么xk加1等于xk加pk 不难的话就不动 就这样子 不难的话就不动 这个呢 这个东西干脆就是 所以零到四分之一 就这样子 所以大家看那个过程 基本上差不多 实际上讲起来呢 就是说信赖鱼的方法会 是不是形式上更难一点 对吧 更复杂一点 但它的计算量反而小 大家可以看 就是在那个 在那个线搜索方法里面 我们在做这一步的时候 就 就这个解这个子问题的时候 我们是可能要 要迭代几次 在这解子问题的时候 就在线搜索的时候 它可能要 要迭代几次 才能找到你的合适的阿尔法 对吧 但在信赖鱼里面 所有的计算过程 都是非常简单的 它是没问题的 这个像后续点什么 都是明确公式给你的 都是一步下来就完了 都直接可以下来 没有对待的过程在里面 对吧 所以 实际上这个 信赖鱼方法 相对 这个方法更成熟一点 这个方法新一点 这个方法还是会有点 潜在有点好处 但是 但是 好像也没有很明确的 现在也 现在在求那个 优化问题的时候 这两种方法也没有很明确 一定哪一种方法 比哪一种方法不好 也没有那种 大家可以 可以比较一下 两个list 对吧 就是说 从计算量上 在这个部分 它可能会比较多 有的是你要 你要试几个alpha以后 才能够得到一个满足 或者是沃浮条件的东西 但在这里的话 你如果做科学点 那么就 一路下来 都是直接计算 没有任何对待 行了 这样子就把第三第四章 两类 两大类方法都介绍 下面就是 第五章 就讲一个具体的一个 线搜索方法 第六章也是讲具体的线搜索方法 第五章是讲共和提督法 第六章是讲那个 线搜索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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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算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反正 第五章 前面 这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